水稻是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受制于种子质量 种植技术 基础设施等多重因素 一些非洲国家的稻米产量无法完全满足本国民众的需求 长期依赖粮制进口 中国的农产品正在为非洲的减贫事业开辟新路径 目前已有20多个非洲国家引进种植中国的杂交水稻 中国杂交水稻在这些非洲国家落地生根 茁壮成长 结出了实实在在的硕果